赵丽颖心戏残遭换脚,一线女心地位不保,童谣这么有诗意。 最近爆出由颖保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《生命术》遭到了换脚。 而被换的角色正是最近在《叛逆者》中大火的童谣,究竟是颖保的人气下降了。 还是说根本不适合再出演新的角色了呢? 童谣代替了英宝。 其实从今年童谣取得了白玉兰的奖项之后,人气和身价就一路飙升。 但童谣是被爱情耽误的一名女星,如果不是张国立之子对其家暴。 而后让童谣传没了一段时间,估计童谣现在倒就是一线大咖了。 其实赵丽颖在娱乐圈来说,一直都是以优质作品诸称的。 而遇到不是很优质或者被改编的面目全非的作品,如《尤飞》这样的喜。 赵丽颖更是在第一时间对其发出声音,想必大家还记得那张汉暴图。 赵丽颖对作品的严谨是应该的,但是在爱情中,却是经营的不好。 与冯绍峰离开之后,赵丽颖的事业运好像也不是很好了。 两人从西游女儿过乡时,转眼间就成为了陌生人,实书可惜。 生命术,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扶贫的故事,是知名作家红柯的一部小说作品。 诗集,山海情,之后又一部扶贫题材的电视剧。 更是郑武阳光出品的精品狙击,目前该剧还在筹备选角阶段。 但由之前爆出该剧的女一号是赵丽颖,如今被换教成为童谣。 如果说是这样一部关乎青藏高原的扶贫剧来说,那就说得通了。 可能童谣更适合青藏高原上的角色吧,比起童谣来说,赵丽颖无疑是有些精致了。 要说童谣的演技如何,其实比起赵丽颖而言,差不了多少。 叛逆者,终是演朱一针一脚,想必这几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她的表演。 虽然说之前离开圈子有段时间了,但如今回归。 从现实大戏,三十而已,到如今的连战戏,叛逆者,童谣的表演风格是有很强的爆发力的。 叛逆者,终的童谣,在情绪方面收放自如。 如今成为了,生命术,的女一,也是大家对她的认可了。 虹谣是那种灵动中带着智慧的演员,而赵丽颖的风格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停留在如,花千古,这样的仙侠古风题材上,两人的表演走向大相径庭。 虹谣并未如赵丽颖一样出演过很多古装的狙击,基本都是走都市和现实路线的。 但要说赵丽颖是不是和走夫贫居这样的路线。 大家在《幸福到万家》,这部剧中应该看到了她的表演。 赵丽颖的婚姻失败之后,其实大家好像对她的印象突然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 不过赵丽颖并没有过错,可能认为,一个在事业上用功的演员。 在家庭上也要有好的成绩,但娱乐圈好像并非如此。 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圈子,感情在事业中,总会受到生活琐碎的牵绊。 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也是情理之中,这回童谣替代了赵丽颖。 而在很早之前,童谣与风绍峰合作的一部戏中,两人更适合影留念,这样的局面,就显得有些尴尬了。 都是实力派演员,自然在戏份上当人不让。 正午阳光出品必是精品,目前内部换角的原因暂时没有爆出。 但小编推测,要么是赵丽颖有其他戏的荡漆, 要么就是童谣真的凭借自己的实力和白玉兰的荣誉。 直接顶掉了赵丽颖,不管怎么样,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表演风格。 可能这也是赵丽颖从一以来遭遇的一次幻角风波了, 颖保在娱乐的一位是不是发生了动摇呢? 生命术,这样一部扶贫的剧集作品,目测会成为如山海情,这样的爆款精品, 那么在你们看来, 赵丽颖和童谣谁更适合演这个角色呢? 当然了对于童谣来说, 之前有被曝出经常出来抢其他艺人的戏,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明。 但对于童谣在这两年突然之间的爆火,你觉得她未来真的客气吗? 而王思聪成立公司签约孙艺宁,联合炒作还是强行万尊。 最近,根据天野数据,王思聪成立了新公司,就是宁波交样影视文化公司。 王思聪成立文化公司不稀奇,毕竟,这是他最擅长的领域,那么,亮点在哪里呢? 在于这家公司签约的首位艺人。 那么这家公司签约的首位艺人是谁呢? 就是这阵子黄喷王思聪而名声大噪的孙艺宁。 这阵子,发生在王校长身上最出名的瓜莫过于就是被孙艺宁狂怼。 孙艺宁因此高歌猛进,而王校长则落得个田谷的称号。 这件事里,毫无疑问,最大的赢家,莫过于孙艺宁,而王思聪,算是半个输家,并不为过。 如果仅仅是与网红对喷,其实不算大事,才大气粗的王校长,再怎么名声受损,也伤不了分毫。 但是,如果是对万达集团造成了影响,那损失就难说了。 前阵子,万达集团的高管也对这件事发生了看法。 声称王建林已经对王思聪能否继承家业产生严重质疑。 要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,为婉弟表达了对于此事的失望之意。 如果要因为此事,影响王思聪的继承人之伪,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。 因此,很多人猜测,为了婉尊,王思聪和孙艺宁达成和解。 王校长顺势落个炒作的名声,也顺势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 毕竟,前阵子王校长都被主流媒体点名批评,要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。 甚至都给他被阿德万达集团抹了黑。 在万达最需要低调之时,他跳出来。 影响的不仅仅是他自己,他自己的损失以及万达的损失。 鸟已经超过了孙艺宁这段时间的收入总和。 成立公司声称签约孙艺宁。 更像是围着件事找个台阶下,但效果更像是预盖弥彰。 当然,更多的人会认为,这摆明了就是炒作。 是王思聪与孙艺宁一开始就策划好的,要不然女方也不会考虑进圈事宁了。 而这部分人认为,吃瓜群众就像是小丑一样,以为自己在看戏,其实自己才是小丑。 其实,不管真相如何,孙艺宁的确算是成功奉上王思聪的流量,一页成名。 不管他之前有多少黑料。 总之冲着敢对王思聪这一条,他就够得上被网友称赞。 这件事不管是事后公关,还是纯粹炒作,王校长成立一间文化公司,总算是好事。 这番事业比较适合他,一个人还是做自己擅长的领域比较好。 至于他爹的继承人是不是他,由着他爹操心便是。 关于王思聪与孙艺宁这件事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